《財經週報》為您梳理 《一周財經》 大家好 我是伊偉 中國人民銀行在過去多天 都沒有開展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 因為春節假期換修安排 央行已經是整整一個星期 都沒有在公開市場釋放銀根了 在市場資金收緊的憂慮之下 內地銀行同業拆期全線上升 央行的舉動是否反映出 貨幣政策將進一步收緊 甚至會加息呢 而最新公佈的外匯儲備數據 也顯示國家1月份外匯儲備規模 是自2011年初以來 首次跌穿3萬億美元 這是否又反映出跨境資金 繼續再從中國從境外流出呢 馬上帶您進入本期的封面故事 中國人民銀行最新公佈的 官方儲備資產表顯示 截至1月底 外匯儲備餘額為29,980多億美元 比去年12月底是減少了123億美元 這是自去年7月以來 外匯儲備規模連續7個月縮水 也是自2011年2月以來 首次跌穿3萬億美元的心理關口 而去年全年 中國的外匯儲備累積減少 3200億美元 國家外匯管理局指出 央行向市場提供外匯資金 以調節外匯供需平衡 是外匯儲備下跌的主要原因 再加上適逢農曆春節 居民出境旅遊消費的活動增多 企業長債和結算的財務操作 也同時增加 都帶來了季節性的 相應的優惠需求 強調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 仍然是全球最高的 而且無論是按月或者是按年的跌幅 都已經比較明顯地收窄 反映出跨境資金外流的步伐 已經減緩 預計未來資金流動將會趨向平衡 而經濟保持增長 將支持人民幣匯價的穩定 有助於外匯儲備規模 保持在合理充裕的水平 市場原先是預計 中國1月份的外匯儲備 可以保持在3萬億美元以上 但如今這個心理關口 卻意外地失守了 有市場人士就認為 人民幣匯價在接近農曆新年的期間 曾經多次顯著反彈 有可能是因為內地 動用了外匯作為干預 以至於期內的外匯降幅 是超過了預期 對於3萬億美元 這個所謂的心理關口的失守 人民日報海外版也發表了文章 呼籲 民眾無需對外匯數字的變化 過於敏感 認為關注的重點 不應該只是簡單地落在 數字的變化之上 應該更多地考慮外儲是否夠用 那麼目前中國的外儲充分 而且經濟基本面能夠支撐 這才是最值得關注的 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 譚雅玲也表示 目前人民幣匯率下行的壓力比較大 以至於內地不少的居民 把每年5萬美元的購匯額度 是用盡了 這自然也就造成了外儲下降 但是這些錢大部分都不會流往外國 只不過是從央行的手中 流到了居民的手中 值得關注的 反而是民間的這種恐慌情緒 有不少市場人士都預期 中國的外匯儲備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仍然會繼續縮減 但在中央各部門 繼續嚴防資金外流的情況之下 短期內的下降規模 應該不會太大 中興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 廖群就指出 基於內地當局 已經採取措施 限制資金外流 相信今年內地外匯儲備的 跌幅將會放慢 年底規模可能降至 27,000億美元水平 但仍然足以應付需求 上海商業銀行的研究則是指出 25,000億美元是市場 對中國外匯儲備的 警戒線共識 加上市場焦點 放在美國總統特朗普 如何落實政策上面 所以 儘管中國的外匯儲備 跌穿了3萬億元的關口 影響也不會太大 深萬宏元的分析也是認為 此次外儲的數據的變化 是向市場傳遞了一個信息 那就是內地的官方 並非要死守 3萬億美元這個關口 該放則放 該管還管 讓市場做更大的決定 那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 不是有多少外匯儲備 而是沒有創惠的來源 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 再豐厚的家底也會消耗殆盡 如果不能扭轉實體經濟 與外貿的頹勢 外匯儲備有減無增的趨勢 就不會得到改變 那除了外匯儲備持續減少 這個問題之外 央行在過去的一個星期之中 連續多天採用去槓桿的措施 是引起了市場的極大關注 央行就指出 隨著現金逐漸回籠 銀行體系的流動性總量 處於較高的水平 而為了流動性的穩定 暫時不開展 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 而且一停就是停了整個星期 那麼有分析就指出 截賭資金外流已經不是 央行最要擔心的問題了 央行在上調公開市場 逆回購利率之後 又連續暫停逆回購操作的 舉動事實罕見 反映了防風險以及去槓桿 將是今年上半年 央行貨幣政策的主要基調 儘管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 近日在接受新法社的專訪時 就強調 逆回購中標利率的上行 是市場投標的結果 不是由市場決定的 這並不是代表央行加息 但是金融市場一般還是會認為 這是央行收緊貨幣政策的 一個重要信號 而央行暫停在公開市場操作的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有大量的資金仍然未到期 足以滿足當前的資金需求 市場近日的整體流動性 也仍然是充裕的 其次是央行在資金相對充裕時 不繼續投放資金 也沒有為即將到期的大量資金 提前釋放流動性 真正體現了央行穩健中性的態度 最終達到防風險去槓桿的目的 那麼央行在春節前 向銀行體系注入了巨額的流動性 除了中期借貸便利 MLF操作期限比較長之外 很多投放的都是短錢 所以很快會面臨到期回籠的壓力 而央行在春節過後不再放錢 其實就等於是催著還錢 是收緊信貸的一個信號 那麼有報導就指出 央行近日是已經對部分銀行 發出了通知 要求銀行的調控信貸額度 其中一間總部設在上海的銀行 近日是收到了央行的窗口指導 要求這個月開始 全口徑大力度壓縮新增貸款規模 而且所有的貸款項目 都需要提前一個月報備 目前是除了相費貸款 可以按時放款之外 其他都將延期一個月以上 那麼也有部分的銀行表示 受困於不良貸款的增加 今年已經開始控制信貸的投放 預計未來的信貸投放 只會緊 不會鬆 好了 本週還有國內外 哪些值得關注的財經訊息呢 馬上帶您進入一週財經回顧 近日 工信部 財政部 科技部 發改委 私部發佈 關於調整新能源汽車 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 根據新政 新能源汽車補貼額度 比2016年降低兩成 地方財政補貼不得超過 中央單車補貼額的50% 個人購純電動車補貼 至2020年全部取消 特朗普政府最為敏感的 貿易數據出爐 在出口額創一年半新高的推動下 2016年12月 美國貿易逆差有所收窄 其中對華 對德 當月 及全年逆差均收窄 但全年整體逆差規模 仍創下4年來的新高 2月7日早盤 內地十年期債T1703開盤時 出現一空投平倉盤 至成交價一度觸及漲停板 華夷市烏龍指 該筆損失大約是每首2萬元人民幣 共進121首 次幣交易損失大約是在240萬左右 新西蘭貿易部長麥克萊 在東京接受訪問時表示 要說TPP已經終結 還為時尚早 透露除了已經宣佈 退出TPP的美國之外 另外十一個國大的部長 正計劃下月中旬聚首致力 就今後應對正式展開磋商 人民銀行約件9間 在北京的比特幣交易平臺 要求交易平臺 不得違規從事融資融幣等金融業務 不得參與洗錢活動 也不能違反國家有關反洗錢 外匯管理和支付結算等金融法律 如果違規嚴重 檢查組將提請有關部門 依法予以關停取締 英特爾首席執行官布拉恩 在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時宣佈 公司相向其位於亞利桑那州工廠 投資70億美元 英特爾在CEO和特朗普會面後 披露的聲明中稱 工廠建設工作將在3-4年裡完成 將創造大約3,000個就業崗位 英勒銀行表示 企業僱主今年的薪酬計劃 是2012年以來最吝嗇的一年 反映央行預計當地經濟 將開始感受到脫歐的影響 央行表示6月公投後 英鎊對美元貶值超過15% 正在推高通脹 可能將侵蝕更多家庭的購買力 央行連續第六天暫停公開市場 逆回購操作 本週以來 央行在公開市場 經回籠6,250億元人民幣 創7個月單週新高 央行解釋 隨著現金逐漸回籠 目前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 處於較高的水平 為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基本保持穩定 暫不開展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 白宮近日確認 在推動兩黨共同支持稅改措施方面 特朗普已經與國會領袖 討論了他的稅改計劃 這將是里根時代以來 最大規模的全面稅改改革 旨在鼓勵企業將工作崗位留在美國 幫助刺激國內的經濟增長 據報導 北京地區銀行調整了 個人住房貸款業務規定 自2月8日起 往前生效的二套房貸款期限 最長不超過25年 如果按照商業貸款200萬 二套房執行利率5.39%來計算 25年期等額本息還款的月購 將30年期 將增加930元左右 好的 那我們也是稍作休息 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菜經週報》 我是伊瑋 環顧完全球 現在讓我們立足香港 捉眼腳下 一起進入聚焦香港 正式宣佈參加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的 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本周一召開記者發佈會 公佈其參選政綱 提出優質發展 優質城市 優質人才和優質生活 四大願景 今天 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 選舉參選人曾俊華 在其競選網站上公佈參選政綱 並於下午2點30分召開記者發布會 其參選政綱全長共75頁 以《凝聚人心》主動賦能為主題 並包含多個政策範疇 主打內容除了重中之重的 房屋及土地政策 同時也花了不少筆墨在教育議題上 並提出優質發展 優質城市 優質人才和優質生活四大願景 截止到今天中午 曾俊華已籌集超過400萬港幣參加競選 在談到引入累進勢利得稅時 曾俊華表示 如果將利得稅分為兩格 中小企業交低勢利得稅 則對它們有正面作用 對初創企業也有吸引力 而這對整個商業環境也有利好作用 曾俊華還稱 他認同上山落水的管制方式 政府因為本地人才 產業 提供合適發展條件 令人民安居樂業 在房屋問題上 曾俊華明確表示 將建議增建公屋和居屋供應 同時研究丁屋和居屋混合發展 在勞工權益方面 他建議保留強基金對沖 但會研究由政府和雇主 一同設立種子基金處理對沖 此外 曾俊華也特別提到 未來香港將發展金融科技 並善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延續香港奇蹟 亞太第一位視 綜合報導 春節期間 內地房地產市場表現低迷 而經受蠟招考驗的香港 卻表現不俗 春節成交創近四年同期新高 儘管成交量較往年上升 但主要還是依賴春節期間 發展商的積極促銷 甚至有發展商為了吸引買家 全數補貼印花稅 在內地樓市政策的調控之下 春節北上廣深一線城市 成交低迷 經受蠟招考驗的香港樓市 卻一枝獨秀 春節成交創出新高 按照農曆假期 初一至初四數據統計 香港樓市一手市場 大約有20宗成交 這是繼2013年之後 近四年同期最高 不過特區政府 在去年推出加勒措施之後 對壓低成交量有顯著的影響 運輸及房務局局長 張秉良書面回復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 新蠟招推出之後 繳交印花稅的綜數大幅減少於八成 樓價升幅也按月收窄 可見新做事有效令樓市降溫 而在樓市蠟招之下 發展商也見招拆招 李嘉誠旗下 常識地產最新推出新盤時 就首次為部分買家補貼全數印花稅 金額達樓價的三成 對此 麗加哥總裁廖偉強表示 它發生補貼櫻花稅的做法一直都有 目前只是加大優惠力度 其實補貼那個印花稅就一直都有的了 只是加了那之後成本都比較大 加了那之後 現在才比較明顯的 有發展商開始會做這件事 坦白說都是羊毛出在人身上 你說補貼到15%去到30% 我想樓價方面都是會有所調整 令到補貼方面減低了發展商的成本 有人認為美國接下來進入 加息周期將會利空香港的樓市 然而有分析認為 美聯儲加息代表著美國經濟好轉 屆時香港的出口可能會受到帶動 從而提升居民的收入 也會利好香港樓市的前景 在台第一位是孫雪姬 劉曉布 香港報導 好的 那關心完香港的人和事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本週的《財經朋友圈》 在今年年初支付寶和微信就針對 內地線下市場佈局鬥得是如火如土 無論是交通 餐飲 商超 還是旅遊 都離不開雙方的影子 不過隨著市場整個體系的成熟 兩者不再是單純地攻佔地面的 吃喝玩樂的這些領域了 都在拓展新的市場 以期待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這一回支付寶實際上目光瞄準了航空領域 2月6日支付寶官微室宣布 芬蘭航空客機將接入支付寶 移動支付將首次登上飛機 今後用戶可以在3萬英尺的高空 連接機艙無線網絡 用支付寶掃碼付 購買飛機上的商品以及服務 外幣就按照當天的實時匯率 用人民幣來結算 網友們都紛紛調侃 支付寶這一回是真的上天了 那麼據悉 這一項服務 將率先在芬蘭航空 從赫爾辛基到上海的航線上啟用 未來將擴大到更多的 芬蘭航空的航線 那支付寶就介紹說 只要有無線網絡 飛機上刷支付寶是非常流暢的 唯一的一點不同的是 如果是遇上了強氣流的顛簸 用戶可能不太容易掃碼對焦 那麼支付寶是計劃 下一步在飛機上 推廣類似的商超的掃碼付方案 那乘客可以打開支付寶 讓服務員掃一下就可以進行付款了 可以說進入機艙的移動支付應用 普及是它的一個又一個標誌 那麼我們來看下一條 Facebook的創始人扎克伯格 最近是遭到了小股東的逼宮 被要求是離開董事會 但這對於野心勃勃的扎克伯格 不會造成任何的影響 反而是再次向外界展示了 他在實現慈善等野心之時 是如何保持對公司的絕對控制權 那麼這一群小股東 就向Facebook是遞交了一份提案 希望扎克伯格剔除出董事會 那麼用另外的獨立人來取代它 那小股東就表示 我們相信這兩個角色 就由同一個人來擔任的話 會削弱公司的管理質量 也會損害到股東的利益 而提案當中所指的這個兩個角色 其實是指公司的CEO 以及董事會主席這兩個職位 扎克伯格在2012年是獲得了 董事會主席的職位 那代表了公司的最高話語權 而現在這一群小股東 是通過提案的形式 向扎克伯格的權利是表示了抗議 那這一份提案也是抓住了 扎克伯格在公司的治理上面 最受到爭議的 新的雙層股權架構的問題 那麼這個雙層結構 是能夠保證扎克伯格等等的 這些創始人在股權被稀釋的時候 還能在股東大會上 擁有絕對的控制權 那麼在目前的Facebook的 股權架構當中 扎克伯格是擁有24%的公司股份 但是擁有56.9%的投票權 而對於一家擁有董事會的公司而言 要擁有的絕對控制權 還需要在董事會當中 佔有多數的席位 那麼既然在股權上無法挑戰 滿意程度 那麼換一句話說 無論扎克伯格未來要做什麼 只要他能夠繼續保持公司的高增長 相信公司的控制權 還是會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 那我們另外再看到 最近李嘉誠30億元 接手了一家淨資產不足8億港元的 虧損公司 精明的他為何會做出如此的舉動呢 原來這與他的二兒子李澤凱控制的 電訊銀科是有關係的 這是一筆父子之間的買賣 在互聯網泡沫的頂峰 電訊銀科的總市值曾一度比肩 長江十頁 但是最近幾年正遭受的 利潤的持續下滑的壓力 不過一切都有超人老爸的託底 李澤凱是收到了開年的大紅包 最近電訊銀科是與長河旗下的 3UK千例股份購買協定 是向3UK出售旗下英國的寬頻業務 3UK將向電訊銀科支付3億英鎊 相當於約29.18億港元 不過交易的完成還需要通過 英國的反壟斷監管的審查 從電訊銀科一方面來看 李嘉誠這次收購甚至可以說是雪中送炭 在電訊銀科業績低迷的背景之下 李嘉誠的收購 讓其實獲得了近13億港元的收益 超過了去年公司淨利潤的一半 摩根史丹利發表的研究報告也稱 電訊銀科出售英國寬頻業務 對股價有刺激作用 該行認為自幣交易可以帶動電訊銀科 在股價的估值上升0.5港元 那麼至4.5港元 電訊銀科也是得意地表示 那麼這一次的出售 是變現和實現公司價值的一次良機 不過這一次的出售也使得李澤改 是錯過了李嘉誠 超越李嘉誠的一個機會 長袖善舞最終是得而復失 不過有一個能出售三十億接盤的老爸 怎麼樣任性都可以了 這兩天還有一則 鐵娘子董明珠貝福布斯評為 中國最傑出商業女性的新聞 這條新聞是刷屏了 那麼事實上 馬雲 王健林 雷軍 他們也曾登上過福布斯 但是相比之下 外媒對於董小姐的這個評價 卻令這三個男人都悍言了 2015年 作為小米創始人的雷軍 是當選了福布斯亞洲版 2014年的商業人物 頒獎詞裡面就評價到 在雷軍的帶領之下 小米以價格低廉的智能手機 橫掃亞洲市場 並在全球的範圍之內 是帶動了以大眾可以承受的價格 生產功能強大的電子設備 以覆蓋廣闊的人群的潮流 那麼2015年 作為世界電商巨頭的馬雲 是登上了福布斯的封面 但文章內容卻不是對它特別友好 因為評論就說 它的2000億美元帝國 是建立在假貨刪顛 對此卻沒有人可以做些什麼 文章還說大品牌的施壓 美國政府的施壓等等 都解決不了阿里巴巴的假貨問題 而完全杜絕了假貨 會逐漸地削弱阿里巴巴帝國 無論是偏見也好 誤解也怕 這在一定程度之上 都代表了外美以及西方世界 對於馬雲的影響 那麼在2016年的 第16屆福布斯全球CEO會議上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 是獲得了終身成就獎 福布斯在頒獎詞中 是這樣評價王健林的 他說他是一個 果敢堅定 具有前瞻思維的人 體現了中國的全球決心 和財富創造的顯度的實在特徵 他所擁有的真正的創業精神 是有助於滿足商業市場 和慈善領域中其他人的需求 那麼這個評價似乎也是更多的是 對中國模式的成功的一個肯定 那麼相比於這三個男人 福布斯今年將為董明珠的評價 評為是中國最傑出的商業女性 他們這樣評價董明珠的 說她是從一個小小的業務員 到整個格力的核心力量 她創下了眾多輝煌 其霸氣正直不服輸的精神 更是成為商界的典範 如此高的評價 讓同樣叱咤商界的馬雲 王健林 雷軍 是作何感想呢 看來這回鐵娘子董明珠的魅力 已經席捲到了西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財經週報》的全部內容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會